它就会直接把它呈现在你的这个课程里面 像这样 那因为这个课程 你是把它锁定在收费状态下的话 一般人就没办法登录 他一定是要付费才能够登录来观看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东西就是这个 这边右边有一个东西叫做downloadpdffile 这个就是我们不希望被他download的 那我们要去做个设定 清一下cash 然后再来看一下 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是横的嘛 那横的面积又被占据掉 看到面积就很小 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页就好了 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这样就大多了吧 然后把它翻页 所以它变成单页模式的时候 它翻页就不会同时显示两页 它只会显示那一页 所以它 点击放大的时候就 单纯这一页 这样就清楚多了嘛 这样就清楚多了嘛 一页就一整个画面 这样就清楚多了 最后我们再来示范一下 那如果是直式的呢 重新整理一下 好 直式电子书出来了 第二单元 我出来了 点一下直式电子书 好 你看这样就 不用再做 太多设定了 我就只有做那个 不要下载就好了 OK 按ESC就跳出 那这个功能呢 这边有一个 这个 这个边可以显示出所有 因为这个只有两页 所以只有两张 如果访客他按这个按钮的话呢 他可以 直接秀出每一张 然后让他可以直接去挑 他想要看的那一页 比如说刚刚这个 第一单元电子书里面 我们有 六页嘛 那 按这个小图示的时候 他会显示出 六页 他可以直接跳到他要看的那一个页面 放大就是 这个页面 这样就可以直接选择 算蛮方便的